2021年东京奥运会,58岁的卢森堡籍乒乓球运动员宁夏莲火出了圈 熟悉乓球的观众对于宁夏莲这个名字并不陌生 虽然他现在代表着卢森堡,但宁夏莲却是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作为80年代国拼女队的主力队员,宁夏莲早在1983年就登上了时拼赛的最高领奖台 退役后,宁夏莲来到卢森堡继续自己的乒乓球事业 近日,宁夏莲接受中兴社独家专访,谈及国拼保持长盛部署的原因时 宁夏莲表示,这和中国好的体制是分不开的 我们中国有非常好的体制 从这个国家的政策和下面的执行,以及每一个层面都非常优秀 我从小就打球队,等于是科班出身 然后有体校,有四体校,上海队,慢慢进入国家队 所以我觉得这个体制非常强大,这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体制之一 所以这个是跟欧洲,欧洲跟中国没法比的 我觉得这个是中国的体制决定我们有那么优秀的运动员和成绩 像孙英莎,那个樊振东他们都非常优秀 非常优秀,我很欣赏他们,也恭喜他们 打到这样的程度真的是顶尖的顶尖世界的精英 不容易不容易,非常高兴看到他们那么优秀 在2021年休斯敦单向时评赛女子双打比赛中 宁夏连时隔36年再次站上了时评赛的领奖台 同时也为卢森堡创造了历史 宁夏连回忆获得奖牌时的场景坦言 当时很激动,感觉难以置信 因为太激动了,就觉得我们好幸运 他已经29了,他从19岁才肯打专业 我们中国球员18岁都拿世界冠军了,甚至16岁,对吗 所以他的付出已经很多了,在欧洲很多很多了 但是我真的是吃老本 我是从小在国内打下那么好的基础 我是指技术上面,当然很多的在国内有很多磨练 竞争很激烈嘛,所以让你变得很坚强 有一种责任心在那里,就是永不放弃 所以就变得好像内心很强大 不到最后一分,不会放松 所以呢,我觉得虽然我们很努力 但是我们的付出跟亚洲选手 我知道他们每天练七八个小时 很多的团队,几乎是四个人服务一个人 他们有那么多的付出 所以他们赢是应该的 很多网友注意到,宁夏莲在世平赛的一张台上 戴着印有中国乒乓世界共享的口罩 宁夏莲说,自己对中国充满感情 对于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自己也在尽力展现 因为我看到中国队有这个口罩 我千万百就要得到这个口罩 我很幸运我得到了这个口罩 而且在领奖台上 我想我的心愿是我和中国队是一样的 我们站在一起 虽然你们比我高 这个不是重要的 重要的是我们站在一起 虽然我离开中国队那么多年了 我对中国的还是充满感情 当然对我们中国的产品 中国的在国际上的形象 我也在尽我的努力去维护也好 去宣扬也好 去展现也好 但是没有很多人有这样的机会 然后我能够有这样的机会了 我多么幸运 在北京冬奥会即将到来之际 宁夏凉也表达了对祖国的祝福和期待 那么我相信 我们中国举办的奥运会 一定会取得圆满成功的 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人民 勤劳的人民 负责任的政府 然后我们还有那么多的志愿者 然后还有很多专业的团队 我们具备了所有成功的因素 而且我们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要举办好 所以我对这一次的东运会充满信心 也非常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